周一 加州立法会的民主党议员 提出一项总计1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计划 提议给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进一步减免税收 并且向加州的非法移民提供失业补助 民主党议员表示 小企业将被给予更多税收减免 当局将扩大销售税贷款项目 降低小企业员工失业保险方面的支出 并且减小破产带来的房屋被没收的风险等 针对低收入人群 当局将提供更多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 而且针对非法移民无法获得600美元联邦失业救济的情况 民主党立法者表示将利用该资金进行补发 此外 千亿美元纾困计划还会帮助房东贷款 建造更多附加住房ADU来缓解可负担住房的短缺 同时 该计划还将为鼓励民众更换电动汽车 提供刺激性补助等 该法案目前还未详细说明 1000亿美元如何分配 但加州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提出反对 并指责民主党人在疫情期间 增收汽油税在无家可归者问题上花费数十亿美元 但却收效甚微 而此次要花费千亿美元 其效果令人感到怀疑 民主党人指出 千亿美元的资金将来自州府的收入和联邦的借款 不会额外增加税收 并计划赶在8月31日会期结束前通过该法案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